大家好我是向云芬 欢迎收看下午4点 最近有一个火红的议题 就是我们的央行总裁 杨金龙杨总裁 奉劝大家说你不要急 我也是40岁才买房子的 如果你买不起房子的话 你就先租房子 人生有哪些选择 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说话 引起了网友很多的讨论 我们要住房子 要不然就住父母家 要不然就租房子 要不然就是买房子 你有其他的一个方法吗 那我也问过很多网友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是几岁买房子的 大部分人都会说 还好我30岁 或者我结婚那一年就买房子了 虽然当时很痛 但是经历过10年20年 我总算就把房子买起来了 可当年我们是可以这样来买房子的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有兼差的机会 第二个我们省吃俭用 所以我们不管是开源或者是节流 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可以把房贷去搅出来 但现在问题来了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房地产打不下来 今天要跟大家谈第一个议题 就是说请台积电也加入打房的行列了 好怎么说呢 我们先看到前两天 如果有人看我们在理财生活通的一个广播访问的话 都会知道我访问了KPMG的董事总经理 黄振忠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在政大的老师 当时我在政大念书的时候 我们就上他的课讲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后来呢延续到这个ESG ESG过去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频道当中 也有多次跟大家提到 ESG是未来我们要投资的一个主流 E就是我们的环境的问题 那这个S呢就是social 包括社会的一个互动 你对社会的一个影响 那G是什么呢 governance就是你的公司治理 所以这三个英文字母 大家一定要记得了 这三个英文字母呢 也会统筹到过去 我们所包含的企业社会责任 还有我们讲过的B型企业 因为这些都是未来要发展的一个主流 那我从黄老师的一个谈话当中呢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哦每个人都要做ESG 可是现在到底有哪些认证 有没有哪些指标 有没有人说我嘴巴上说一说 但事实上我没去做呢 就我做一个假球 那到最后谁会来验证 老天会来验证 为什么我们这么紧张的要做ESG 老天已经警告你了 气候变迁 碳的排放量已经影响到了 整个的大气层了 所以大家过去讲了一件事情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你就会觉得是天地不好 可是天地是谁害的 是人害的 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国 不管是气候的变迁会议 全世界的领袖都说 我要加入这个碳排放减量的一个动作了 不能够让这个世界的气候变迁 发生巨大的一个灾害了 比方说一下大水的 一下又这个火灾的 那一下子又造成 哇这个冰川溶解了 这些过去气候的一个意象 已经告诉我们人类 你做了太多的一个破坏了 你应该做一些努力了 好我们除了讲气候变迁之外 台湾的台积电是一直是ESG 执行最彻底 而且受到国际认证认可的一个单位 他们在很早之前就成立ESG委员 如果你去看一些报道 他们成立一个委员会 也就是我今天公司我的水要利用几次 因为台湾水不够啊 台湾电也不够的 所以他是积极的在做到环境的一个保护 那当然公司治理这件事情 他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曾经也看过报纸讲了一个案例啊 就是他们的公司治理做的有多好呢 他讲到的是张忠谋先生跟他的太太 这个张淑芬女士 然后呢 这张淑芬女士呢 就拿了一个这个笔记本在记 然后呢 张忠谋 莫里斯的眼睛是目光如炬的 一问就说 这不是我们台积电的本子吗 你怎么可以拿回来的 你有付钱吗 好过去我们看到都是这夫妻非常非常的恩爱啊 那么太太作画 然后先生呢 在旁边给他很多的这个支持跟鼓励 然后每次张忠谋先生要演讲的时候呢 台下的这个夫人呢 也是这样深情的望着他 然后帮他打理他的穿着 好夫妻这么恩爱 我拿了一个本子 你竟然还要问我说 我有没有付钱 从这么小的一个案例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 这家公司的公司治理 有多么多么的一个重要 过去我们对于环境 我们对于社会的互动 我们对于这个公司的治理 其实啊 我们都是睁眼说瞎话 明明就是有一些公司做的不好 可是我们觉得他的形象还不错嘛 然后我们就是富人之人 所以ESG在台湾 第一个并没有走入我们很多的一个企业当中 那第二个你到底有没有成立委员会 你也没有花大钱 大家都觉得哦 ESG先花钱了 那我这公司能够赚钱吗 好我们先讲到台积电在国际上已经做到非常好 就是他已经有成立委员会了 而且他真的有在做一些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不是只有台湾本土公司 他简直就是一个外商公司了 那么他必须要符合国际上的一些这个指标 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好现在问题来了 台积电那么要去男子高雄的男子来设厂了 那么这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男子的房价就大涨了 而且立刻是纹身大涨的 我们才看到网路上很好玩哦 早上还没有宣布消息的时候呢 哇这个一平房子呢 十几万 然后呢到了下午宣布的时候 立刻加五万 这网路上的消息一堆啊 好那男子现在有很多人房子就告诉你说 哎我不卖了哦 我我这个之后他会更涨的 这也OK 如果你今天持有房子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很开心 反正我就等到台积电来嘛 然后等到这有赚 我再来卖也OK的 可是新房子就可以这样加价了 好那这件事情跟台积电有什么关呢 过去我们讲打房 央行一直在打房 打房有用吗 没用啊打了这么多房 央行不是自己打房 财政部也找来 对不对 经济部也找来 各部会多 内政部也找来 好就是说哎你那个红单你要管一管啊 哎那个这个实价登陆2.0你要管一管啊 好都管了 结果人家现在房地产在笑什么 就是说哦你的这个实价登陆2.0版啊 简直给大家打下来一个机会 因为房地产一直上去 你刚好给大家打下来 哎再来一个V型反转 对不对跟股市一样吗 股市如果你一直涨你是赚不到钱的 当然股市一直跌 你也赚不到的 因为一直涨你会觉得 哇那那我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 低两可以低档可以接 所以一直涨嘛 那股市一直跌你也不敢接的 你会觉得会更低啊 问题是股市有波动你才会赚得到 一样房地产一直涨你也赚不到 你不敢买嘛 多少人在这十年当中 我不要说三五年了 我一个朋友等十年了 他房子也买不起啊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买了 你这年纪你就不用买了 对你何必把你的退休金压在房地产当中 他十年了一直在等房地产跌 没有就这一次房地产呢 因为实价登陆2.0上路之后 的确是有稍微下来一点点 所以有人说哎谢谢政府啊 这个打房呢还帮我们做了一个V型反转 现在房地产又上去了 好打房没有用嘛 那打房没有用 我给你们看一个数字啊 现在啊囤房税一直不敢实施 台湾近六年来 我们的住宅有增加多少 增加52万户 然后我们讲非自用住宅 非自用住宅就是我有多屋的人 我本有一根房子就是我自己住嘛 非多屋的这个啊非自用啊 就是非自用的多屋的一个住宅 在2015年的时候有112.2万户 在2020年这个统计指到2020年 2020年的时候有到140.4万户 那增加了多少 28.5万户 这个幅度有25% 那自用的 自用的 我们刚讲是非自用啊 非自用就是多屋的人啊 那自用的2015年是807.2万户 2020年是831.7万户 增加了24.5万户 增加0.03等于说你讲我刚性需求 我自己要买房子的人 好不管我今天啊受到我爸妈的帮忙 或者我受到其他长辈的帮忙的 我自己靠我自己的双手努力的 或是夫妻啊 这个一起努力打拼的 我才增加了0.03 这是刚性需求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多屋的人 好多屋的人他还是增加了 从2015到2020年 他还是增加了25% 好那我们讲用 你刚刚讲是用户嘛 好户数 用人来计算的话 你知道非自住的 好非自住的就是我们讲 多屋的个人 在2015年6月有33.6万人 2021年这统计比较新一点了 有50.2万户 你增加了7% 所以你看以个人来讲的话 能买房子还是买得起啊 还是买得起啊 那我们现在房地产 如果统计一下 14%的房屋在4%的手上 22%的房屋在7%的手上 你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的房地产 其实就是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上 这些人是谁呢 当然是有钱人了 我必须讲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我自己在财经市场看这么多年 有钱人他是靠什么的 过去我们都鼓励年轻人说 哎你要靠薪资啊 对不对 你要靠你的薪资努力的成长 我告诉各位啊 有钱人啊 全世界有钱人都一样 只靠两个 一个是房地产 第二个就是股票的资本利得 就是投资的资本利得 你看房地产 你想想看你当年买的房地产 你现在增值几倍了 三倍五倍 就算你在偏远的地方 你非这个双倍 你涨了几倍了 你涨了几倍 那有人会讲一句话说 哎呀早知道我应该多买几间 问题是你没钱啊 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早知道的话 我要多买几间房子 因为那个增值的幅度呢 会非常的惊人 台湾的首付这个钱 全台湾最有大的地主 是那一棵大树啊 对不对 他的房地产多不多 多的不得了 我跟你讲 有钱人都是靠房地产 支付的 这个观念在台湾呢 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说 啊大家不要再买房子了 虽然我们也提过一些这个论调 比方说 现在的房地产真的过多了 怎么样过多呢 我只有一个孩子 我孩子娶了一个太太 那么他的太太可能 这个父母亲也只有一间房子 好就算一间房子好了 可他们两个结婚的住哪里呢 住一间房子就好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自有住宅率 非常非常的高 我假设有一间房子 我留给我的孩子 然后呢 这个我孩子 他的这个啊 未来要娶的太太 他的父母亲也帮他 准备了一间房子 那他们两个结婚 只要住在一间房子就好 那其他 那个多下来要干嘛 啊你说等到小孩长大 小孩长大要18岁20岁吧 所以台湾我们认为 一定会有空污率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的出生率 大家都知道嘛 台湾就是生不如死嘛 就是出生人不如死亡的人数嘛 所以我们的这个出生率是低的 然后我们出生率低的话 我们需要这么多房子吗 我们人口老化 我们需要这么多房子吗 我们虽然一直都这样讲 可对于有钱人来讲的话 他才不听你这个了 我有钱就是要买房子 因为房地产的增值 就算我这一代没有付 我跟你讲 我可以付三代付九代 因为我的子孙都会受益的 所以一定要靠房地产来致富的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多污足 我不怕嘛 你今天房地 这个2.0上路了 你就算房地合一 你要克这个税 我就是五年我不卖嘛 对于有钱来讲 我根本没有差 可是对于这种投机的人 当然就有差了嘛 就我只是想要买一下 赚一下价差 可能就有差 可是对于口袋很深的人 根本就没有差 好那另外一个 除了房地产之外 他们靠什么有钱 当然就靠投资嘛 我们刚刚讲了资本利得 不管你今天去做股票 你今天去做什么外汇 你今天去做什么商品 你就去赚资本利得的 所以全世界 全世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0.01% 真的就是金字塔顶端的人 他们这些有钱人 真正的有钱人 他们的薪资 占他们的财富比不到4% 不到4% 就是我的薪水 根本就不到我财富的4% 但是呢 他们的房地产 占了25%以上 这是平均呢 有一些根本就是百分之百 都是房地产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不是只有在台湾 全世界房地产 的确是让大家能够 这个致富的一个工具了 那台湾吵了半天 就是没有办法 最后一里路是什么 囤房税嘛 那囤房税 刚刚有这么多 有钱人都在囤房 我们的持有税 真的太低了 你为什么 不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好 所以你看 有钱人最重要的 就是土地 要不然就是投资 那你想想看 投资 你还觉得 哇 有赚有赔 而且投资呢 你看不到 摸不到 你觉得好害怕 可是这个房地产呢 这次都挖的 你当然就看得到 所以为什么房地产的投资 这么的根深蒂固啊 好 那我们刚讲过了 这个台积电 到了男子去投资 当然让男子地区的人 可能会觉得很开心 还有呢 在左营或男子 或高雄 只要有相关的地方的建商们 也都很开心 好 问题了 除了这些人很开心之外 我看高雄的人 或真正在地的人 他绝对会很讨厌台积电 因为你来了 你让我更买不起房子 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了 台积电 你如果ESG做得这么好 你能够把水做充分的运用 而且呢 你捐了疫苗给台湾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可是房地产这一块 你有没有办法 不要让它长得这么快 长得这么多 而且多少人是以台积电之名 以你之名 然后让更多人买不起房地产 那请问一下 在整个社会上 你要不要负一些责任 你有没有责任 有 我跟你讲 全世界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脸书 脸书被骂死了 脸书过去 我查到一些资料 他曾经捐了10亿的美元 他就是要在湾区盖一些房子 这些房子就是给我脸书的员工住 我盖的房子 我绝对不会太贵 我让我的员工住得起 所以台积电要不要思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 你不想要博人因你而受到什么害 有人说 哎我不杀博人 博人因我而死啊 这又不是我杀的 对不对 台积电是我要去设厂 而且是很多人拜托我去设厂的 我又不想让房地产起来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多少人假你知名 房地产已经长成这样子了 也许有很多年轻人 如果我是当地年轻人 我买不起房子 我可能要说台积电 我求求你不要来 因为你一来的话 我的房地产 我的房子可能要晚五年才买得起了 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去设一些 比方说平价的这个住宅 微软也有哦 有机会会查给大家 所以你看不管是脸书或是微软 他们都有盖一些平价的房子 给他们的员工住 因为现在就是你去设厂了 会带动很多工作的需求 那我上班很累嘛 我就在附近买个房子嘛 所以房地产就会涨了嘛 好那当然是建商打得如意算盘了 可是今天如果台积电 他们的ESG委员 也能够愿意花一些这个钱 跟公司讲啊 我就是花钱嘛 然后我盖房子 给我这个在这边工作的人 能够做到 住到平价的房子 然后呢 因为这边房子平价嘛 所以也就不会带动 当地的房价 这样的快速的飞涨 这个是不是对于台积电本身 或者是对于 这附近的居民来讲 可能都是一件福音啊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过去我们都会讲房价所得比 好房价所得比 这也就是说 你房价存你的所得啦 然后你要不吃不喝几年 你才能够买得起房子 那过去大家讲说 不吃不喝几年 你不要说几年好了 你不吃不喝 一个礼拜我就死了 怎么可能 这是一个就是说 你赚的钱 跟你的房价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比重 是合理的 好我们讲 1993年的时候 我们的房价所得比是4.86 台北那时候已经是八倍了 八倍就是你不吃不喝 八年可以买得起房子 我跟你讲 八在这个未开发国家当中 我觉得六到八是可以合理的 很多的理财的这个专家啦 这个经济学家 都会认为说这是OK的 这是OK的 这是1993年 可是你知道现在全台湾 现在没有人写了 没有人讲了 全台湾现在所得比是多少 9.07倍 9年是全台湾的平均 平均 平均 你知道台北是多少吗 15.79了 16倍了 当时八 现在16 两倍 一倍 一倍以上了 一倍以上了 所以我刚讲过了 房地产一直在涨 你对于很多刚性需求 根本就来不及嘛 我本来要准备买房子了嘛 结果你房价又涨 那我的自备款又不够 那我永远都在追逐当中 那你说他人生 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呢 我们都会觉得说 开发中国家 大概就是有人讲三到六倍 三到六倍 也就是说怎么讲 你的年薪如果两百万的话 你大概可以买到六倍嘛 就二六 这个十二 就一千两百万 就是大概 两百乘以六对 一千两百万 那我们觉得可以放八倍了 大概就是两百万年薪 然后乘以八倍 二八一十六 一千六百万 那八倍你都觉得很吃力了 现在呢 是十五倍 十六倍了 那请问 你哪有办法 这个养家 活口 然后带小孩 然后你还要买房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有钱人 其实真正靠的 就是房地产致富 这房子打不下来 政府当然有责任了 好 政府的责任在于 囤房税 什么时候 这个来执行 跟实施 另外台积电 护国神山 在ESG委员当中 我们觉得 除了气候变迁 除了排碳之后 房地产 你要不要出一点力量啊 我觉得这也是 ESG很重要的一环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